全部都不是為了說這些話 今天我們要介紹什麼呢 雖然我現在先說了 但我未決定是做產品的 但我真的要說 沒錯 就是講佛跳牆 因為今天我老友上來 就談開 究竟這些佛跳牆 為何那麼好吃 首先阿正 你要大聲一點說 因為這些人經常覺得我不老實 是不是很冷靜 是 其實我給了你佛跳牆 和鮑魚吃 鮑魚行不行 阿正說鮑魚行 其實真的好想怎樣 但我也沒有想著引入給大家買賣 因為我有兩個頭的肝包 但真的要買幾千人一隻 兩個頭的肝包很大 那我就不會太危險了 但我可能會帶回一兩隻 我們自己認識 即是有些人一世一世 太家業了 好了 但是佛跳牆 因為我昨天說過 我今天計算過 我可以做到的三塊水 我可以做到的三塊水 那我便想 會不會有人買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很想開心分享而已 接著我跟我老友說 因為他主要 他主要是做大陸市場 他主要 我問為何我看不到你那些廣告的東西 他說大哥 做得不夠做 而我最遺憾的就是 我沒有訂他那一部盆菜 他有看我的節目 看看他能否提醒給我 盆菜 我很喜歡吃 他那不是普通盆菜 是全部用大肝包 大海 就是那些最好的材料 這麼厲害 很冷靜 他已經買了幾萬個了 他說為何 甚麼呢 他說他們不想谷宣傳 做不切 好了 你知不知道 我說為何我吃了每種材料呢 我細微 因為我試貨 其實我吃了兩碗 他的鮑魚海參 每一種材料都是漂亮的 不是普通的材料 接著 當年我沒有說他是誰 他就跟我說 他們是怎樣用這些材料 他說其實很簡單 鮑魚不要說 就說海參 你街上的 其實六七成都是流野 有時給一些養心 即是那些圈心 他們叫做 有一個沙心 有一個圈心 其實海參是很簡單的 先別說是品種 品種再寧分 野生一定是最冷靜的 圈心就圈著海 你明白的意思 那些 都還可以的 勉勉強強的 始終是養的 還有現在叫做沙心 甚麼沙心 那些是不在圈海 在樓上養的 用海 好像種植那些 水間那些 外面那些 你不會的 然後又要涉及曬油 又要盛 他說有良心的 給你們一些圈心 曬乾他 你們都覺得很正的 你們不會的 他們全部用野生人心 但那些我都不想說 我首先說一下佛跳牆那個 為甚麼叫佛跳牆 所以你們一聽就 聞不到浸味 佛跳牆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不會輪到我講 好了 佛跳牆 是敏菜中的傳統菜牛 甚麼敏菜 知不知道在哪裏 Hokken 就是你老家 那些味道就像 現在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是福建的 為甚麼呢 我們去馬來西亞 是不是吃一些福建菜 是 重一點 不是 重味一點 紅燒的 是的 但你家裡現在 我想是廣東菜為主 當然 但如果你阿公、阿婆、阿爺、阿嬤 那些他們那時候 煮就是那些味道 會不會 都可能會 都可能會 你有沒有吃過 你阿公、阿爺、阿婆、阿爺、阿嬤 沒有甚麼 我… 我阿嬤很少煮飯 即是即使煮你的印象中 就是我們現在吃那些廣東菜 我吃那些時候 是我煮給他們的 不太煩惱 是的 OK 好了 他有民間的傳說 我已經說了兩個傳說 就在清江瑞年間 江瑞年間八多年 200年 江瑞年間八多年 OK 他說在江瑞年間 在福建 在福州銀局官員 在家裡設宴 宴請福建的報證司 好了 主要材料是雞、鴨、豬 十幾種 就用紹興的酒程 精心煨製而成 甚麼叫煨製呢 有不同的蚊 我簡單一點說 其實很難言語之間說明 大家明白煨的 煨番薯 知道嗎 是呀 我們那些土搖雞 那些什麼東西 台灣那些煨 找個菜 有煨的那些 好了 這個報證司周年 吃完之後 哇 很冷靜 就說他叫甚麼菜 福州銀局官員就說 這個吉祥如意福壽相傳 就叫福壽傳 OK 好了 這個 接著是周年 就是這個報證司一起去過 有個廚師的鄭春發 當然 他看到 在這次的宴會裡面 他也有去幫忙的 就是銀局的幫忙 他就記得 看完那些 銀局的廚房怎樣煮之後 就回去 就在這個菜上面 再加以改良 研究改進 好了 口味就勝於先者 接著 有一次 就輪到周年請客 那些賓客 就吃過鄭氏改進後的福壽傳 哇 很冷靜 當然 那時候不知為甚麼 吃你就吃 無論端端吃完之後 師慶大發 就無論端端做手 那像四海 不是 通常都是 那些爛糕文人 還說我們這些 吊蟹又要弄一隻 不就在痴嵐 無論如何是淫屍作對 上次喝喝酒 四海 拿一些刺紙在上面寫詩 拿紙巾 你拿紙巾去山廳 我的紙巾多貴 拿一大盒紙巾去寫詩 給我吊蟹 吃吃東西 喝喝酒去寫詩 痴嵐 用原子筆 你撕就用紙巾 寫了紙巾去做什麼事 好了 他寫了一首詩 這首詩叫什麼呢 彈啟芬香飄四輪 佛文稀蟬 跳牆來 大家聽得很清楚 彈啟芬香飄就是玉芬的分 飄四輪 佛文稀蟬 你們想不想 蟬都不會唸了 不會唸了 就跳牆下去 而且在福州畫裡面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說 福壽泉 和佛跳牆的發音很相似 你嘗試說福壽泉 你會不會說福壽泉 你會不會說福壽泉 福壽泉 佛跳牆就說 福壽泉 就是差不多 所以 這就叫做佛跳牆 也有傳說不是這樣的 但是都關乾瑞事 就說光瑞飾染了山珍海味 屌又關乾瑞事 乾瑞有沒有山珍海味吃 屌你什麼 一分鐘 混蛋屌你吃白飯番薯而已 是給慈禧藥交代 他就令御廚 你再不做到口味翻身的菜牛 就斬勾他的頭 嚇死了 御廚就大想了 冥想 直接冥想 像我這樣 冥想 想了他自己學過的東西 又請教很多民間的美食專家 都想不到解決辦法 最後 就想著 反正做不下去 唯有著草 捲食而途準備 最後一次 煮著那個菜的時候 他拘捕起了 反正著著草 就把所有東西丟進去 放在鍋裡 好了 然後就揮咎 拌勾 但是想不到那些鍋菜 異鄉撲鼻 真的引到在隔壁修行多年的和長 觀慈祭 跳兩人過來 哈哈 真的 怎麼跳 所以這套菜 當然後來光水皇帝吃過 這支隔壁 人欣阿伯 就沒有斬他的頭 就是佛跳牆 好了 當然 現在據我老友說 這支隔壁為何這麼好吃 我剛才說 一吃下去 跟他在庫林飯店 阿一陽冠吉那裡吃的 佛跳牆是否有味道 庫冬 你吃庫冬嗎 自己給錢吃就吃庫冬 我說你小時候 不就吃阿一 對 因為他說當然 都是那條水 因為其實那些菜 圍傳下來是這樣做就這樣做的 他裏面有什麼呢 有雞 我們不會有雞的 但是用來熬 有竹心排骨 海參 栗子 鵪春蛋 乾貝就是什麼 乾療柱 花膠 火腿 冬菇 冬筍 鮑魚 魚翅 沙魚皮 白菜等等 未夠 挑選 二十多種原材料 再加上配料多 香菇 紅草 冬筍 香蔥 薑片 層層搭 一層一層 不可以調亂那些次序 否則出來的味道不同 味道有濃 有濃 有淡 有香 有不香 好了 放入嘯酒程 放薑片 海味辟腥 旺火 煮滾之後 再用文火 我慢慢慢慢會 有人排會 OK 然後呢 裡面呢 亦都說為甚麼 有些東西要用來怎樣放進去軟化其他材料 那些我不說 為甚麼那些是我們的技術功夫 不過說給你都不認識 OK 好 起碼最簡單 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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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一碗 一大碗 大個飯碗 湯碗會不會換 差不多 大一點 我想四分三 多一點的湯碗 我認為湯不夠多 材料都可以吃 湯都可以多 都可以多 現在我怎樣呢 今天星期四 我給你們的心理準備 我將會壓力三百件 多都沒有 因為呢 我運輸太貴了 不要問 你們想想現在這些散貨 究竟是多少錢 坐在運輸的朋友就知道了 現在是逐碗計算的 那些運輸 是這樣計算的 以前可能 你十雙東西 這樣 你四百五元 五百二元 下來香港 現在呢 是逐件逐件計算的 我只是賣三百碗 多都沒有 每盒 每一碗 我不收你三百元 我能夠做得便宜 就盡量做便宜 真的很有義氣 拿個二頭 二百八十八 其實實在太貴 剛才我們研究了很久 實在太貴 如果吃一碗二百多元 很貴 你們自己想吧 我不特別推銷 也只知道環境 大家不是那麼好 我就這麼開心分享而已 就全部要訂貨 因為我希望 因為我真的未必夠位置放 買一個雪櫃 我希望呢 我一通知你來拿貨 第二天 翌日 你就要來拿 因為我們沒有放 防腐劑 全部是用乾冰 雪硬了 那你怎麼吃 回家 非常簡單 一百種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攤軟去 蒸 隔水蒸 如果大家吃得對口味 我又決定不走 留在香港的話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這些產品 我只是那個刺 我只能吃到我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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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想到這樣吃刺 從小到大 我已經是刺王了 三百盒 二百八十八 真是叫做開心 開心 share價 全部要訂貨 可以上來訂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訂 我們的網站做了一個PayPal 不是 等等等等 始終我們公司的電話 好像被人停過幾天 但應該會很快再開 因為我經常忘記交通電話 因為他沒有通知我的 很難的 大家可以先WhatsApp我 66982429 總而言之 直到最後那張單 我說不行了 退回錢 叫你不要進 你就不要進 因為很快 三百盒 那什麼時候來貨呢 我預計下星期尾 看看行不行 那就 我拿回我想過來才認識 你就叫你放在雪果冰格 我保證你有人任何阿伯 你吃過了 不要聽我的推介 真的叫做開心 share 是 貴不貴 其實以去的這樣又不貴 你去酒家吃不到 你去酒家 坦白說 你說一千元就不會 我想 如果今時今日 五百元左右 499 如果高格那些是五九九六九九 我想 他又收不到一千元一碗 那是客人死人 但是 我真心想自己認識一下 如果這些東西在當年 九十年代二千年 富林飯店 他這堆東西當然是收你一千幾百 一碗 要不就炒飯也五塊 炒飯也三百八四百八 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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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蘇哥後面 正式喊了鮑魚 現在已經收拾了 現在已經收拾了很多年 不是集團那間 那間富林 不是阿壹告他們的 說他拿了名字 銅鑼那間 如果那時阿壹那間 這碗東西 我想 真的過千 因為他 他不 反正你都拿進來 那間也是富浩 我都會拆你 那間絕對一級一 喂 只是鄧小平三 四個節奏養到的楊冠 不過今天就年紀大了 天下第一 御廚啊大哥 被譽為 好了 所以 好了 有些朋友 因為我們的關係 試過 吉品乾包 現在試過佛跳場 如果你這樣說 一家三口 過年了 那你為了成派人是比較難想的 那些呢 真的很想 我真的 其實為何我會開心分享呢 其實我大部分是私心來的 因為我真的想再吃 但我又沒有理由 做幾個板 這些做的 當然要做生意 是吧 那大家 準備訂貨了 其實訂得了 288元 10碗多少錢 2880元 100碗呢 28800元 絕無抵抗 上來自取 8481 1079 8481 1079 我還要開尾 開尾 開尾 8481 1079 8481 1079 日本你就當 都是一個人吃的 是一個人 你不捨得分享的 湯都可以分享 裡面有乾包 有花膠 有魚肚 有冬菇 海參 整條 包心刺肚 竹身 圓背 好想多東西 全部都有這些 逐一 剛才有 甚麼 包心刺肚 竹身 鮑魚 鮑心海參 魚翅 肚是魚都有 花膠 冬菇 光瑤柱 竹身 有多無少 還有很多食物 吃也吃不完 我等一下有沒有機會 我拍播這條片給大家看看 其實有兩隻 我為了 廢話是你們選擇 因為其實有一隻叫金湯佛跳牆 是 今天給我看 怎樣熬那個金湯 看得到我 只有一隻雞殼 只有一隻雞殼 真是你知不知道是雞殼 以千隻雞殼來熬那鍋湯 那金湯 另外一個是紅燒的 這次我們只回紅燒 為甚麼呢 吃個好吃 下次又回紅燒 那一班人未吃過 就會叫金湯 吃過的又想試一下金湯 是不是很古惑 是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我自己私人就會回答 就是四人魚翅 四人魚翅 就是做好了 四人魚翅 一排就排一次 六七個水而已 那如果我家人吃 我媽媽經常煮煮翅 糟糕了 二千元也煮到 九五八八了 你這樣計算 所以真的很冷靜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開心分享 OK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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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